- 大家好,我是徐明哲,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 那么今天台股早盘开高,盘中一度上涨130基点 但是整个盘中过后,由于我们的电子股股王大力光 盘中出现一个相当重的卖压 那么造成这个大盘震荡做量缩拉回 中场的时候,台股的成交量它并没有900亿 那么今天你盘中看到8500点 又是一个美股大涨开高走低的盘 那么在这个盘式震荡的过程 我相信我之前给大家一句话,到目前为止 其实盘式上面没有任何的变化之前 我们不会针对指数多所琢磨 因为如果你看到开高就去追 然后之前看到欧美股市中座 你开低就去杀 就结果论来看,就等于是追高杀低 我觉得你没有力气也没有必要去做这些事情 毕竟整个产业结构在整个交替的过程里面 你反而要去注意明年的整个产业的发展 我认为这个才是你在2016年年底 该做的事情 那么为明年做准备 我上个礼拜谈过 甚至一个大行情的规划 当然,今天如果你谈到利空 很多人会去谈大利光 但是如果你谈到利多 你就会看到忠誉今天涨停板 浩鼎今天非常的强势 那么真的啦 一来一回 如果你拿今天这两档股票来比 4147的忠誉 今天尾盘亮灯涨停板 对不对 那么3008大利光 今天盘中差一点打到跌停 尾盘收在2395块 那么一来一回 一来一回 尤其是高价股 你在操作上面 如果我们讲白一点 你站错边 基本上同样是高价股的操作 你很难看到正绩下 如果你买的是大利光 因为他今天破波段低电 但是如果你买的是生计类股 那么恭喜你 你有赶上这一波 生计指数的主升段 当然很多人在这边回头过去想 我们这一阵跟大家谈的话 到目前为止 其实很多人不断的在陆续验证 当然也都看到 尤其是号顶 这一波引领整个大盘的风骚 当大盘在震荡的时候 每个人都看着他 看他会不会震荡休息 结果每两天 他又开始转强 今天又让你看到七字头 高价股的震荡他本来就会很大 就像我测标所写的 王者风范是什么 当然是台股还没创高的时候 他领先创高 大家认为他该转强的时候 他反而逆势往上游 对不对 所以操作上面该注意哪些重点 我下半段节目回来再跟大家谈生计 因为我觉得 上个礼拜我就预告了 我要为期大概半个月的时间 帮你规划好明年2016 我们不讲太远 还有什么好五年好十年的 那个叫废话 那个是不可能的 那么你先把明年第一季 第二季 会好的产业锁定好 我觉得这样子对你来讲就很够了 就非常够了 所以我对于盘射的看法 我没有改变交代一下 来 12月1号我就定调了 当政治凌驾于一切 你分析指数已经没有意义了 你最近分析指数就只会被扒来扒去 没有意义 绝对没有意义 所以11月17号 号顶翻倍之后 后面当你看到号顶涨了1.8倍 指数还在这边做鬼混 但是号顶已经跑到这边来了 对不对 甚至领先越过万点的高点 所以我说 有些人要去打点MSCI 我就基本面来看 我讲穿了啦 只是打中联在冲胖子 因为人家会把你剔除 一定有它的原因 会把你落入 也有它的原因 对不对 去想 我们站在一个控盘者 或者是站在一个超盘手 我们是对立的角度 我们明明知道 某些人要做某些事情 我就挑明的跟你讲 你不要去摘无指数了 对不对 但是作为一个超盘手的角度来看 指数不是重点 我们做的是个股不是吗 来 所以12月3号的时候 我提醒过你 我说长空反弹的股票要卖 弱势的电子 长多拉回的股票要买 生计 就这一天 一直到今天礼拜一 你再度验证 对不对 你现在回过头来看 如果有人跟你谈到股王 我相信很多人会皱起眉头 那苹果概念股会长成这个样子 股王大力光怎么会长成这个样子 对不对 可是问题是我之前就提醒过你了 来 我说当美股 重挫开低我们收小黑的时候 我说这个叫控盘者意志 趋势的力量叫做产业 产业从哪里看得出来 从股价看得出来 对不对 所以你今天回过头来看 台股开高走低 又是在这个区间震荡做整理 根本没有改变 但是你去比较 生计股跟今天大力光的走势 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得出来 产业上面的变化 有多大 有多大 当然今天盘中 我看到相关分析大力光的新闻 新闻 不好意思 我还是要讲一下 因为这个很重要 大概只闪过不到10分钟 为什么 因为今天早盘 在盘中新闻的时候 看大力光快杀了 跌停板 就有人稍微报了一下 哇 怎么要求这么严格 那么很多人在讨论说 为什么来 为什么大力光 11月营收不如预期 什么叫不如预期 公布11月营收 叫10月 看好 下滑1.06% 1.06% 只有股价今天是9倍数反映 那很多人在找原因 但是我觉得 最主要的原因大家都没有点出来 就是我之前跟大家讲的 台北股市它进入一个产业交替的过程里面 它很容易造就新的股王 但是你要去留意原来旧的股王 就好像今天会有很多人告诉你说 投线的看法或外资的看法 认为说 大力光 11月营收不如预期 那个本来就是预期之中 为什么 iPhone 6s本来就卖不好 这我之前就讲过了 可是问题是 法人非得等到看到11月营收 才开始往下砍 这个时候会造成什么 这个时候会造成说 我们之前在跟大家讲的 我说一个月前我在讲耗鼎 有没有办法成为台湾的新股王 我当时在讲这个东西 对不对 那么我11月10号 当TPK在涨 当大力光冲上去掉下来的时候 我说真的啦 人家11月份的营收 才创了自己的天险 结果你连续要求 11月的营收 也要往上挑战天险 能够挑战这天险 已经很不容易了 你还继续要求它 那我当时我开玩笑的讲 我说如果台股 电子股永远长这个样子 去涨这一种 亏钱的公司 然后告诉你利空出境的 然后去跌这一种 营收不断的往上走 结果在高原期稍微停顿一下 结果股价就掉下来 来的公司 我觉得不合理 所以我在11月24号讲过 我说产业的世代转换 会造就台股的新股王 当时我举浩鼎 还在五字头 还在五字头 当时的大力光 在2465块钱 2465块钱 我11月27号谈过 我说如果以最高价来算 刚好大力光建高点 浩鼎在314 我去分析的那一天 11月27号刚好涨一倍 这个数字我很有感觉 所以我告诉你 刚好涨一倍 对不对 但是大力光它跌到这边 跌了32% 你知道吗 今天大力光它是破底 2285块钱 业绩这么好的公司 竟然走成这个样子 我很替台湾的电子股担心 但是我又对于生技股 展望无限好 因为这是台湾产业转型里面 股王也会改朝换代 就好像说 我举个例子 之前宏达电 在低档的时候 也没有人认为它会是股王 对不对 之前大力光它在低档的时候 也不会有人认为它是股王 所以同样的道理 今天浩鼎在低档的时候 有谁会认为它是未来的股王 当然股不股王是股价做印证 但是用极短线来看 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至少股价会说话 如果你相信这句话 大力光从3715块钱跌到今天最低点 2285块钱 它只告诉你一件事情 你如果当时卖掉一张大力光 你可以买10张耗鼎油爪 买10张还有招 今天你涨了一倍多 对不对 但是如果你今天 在过去你花3700块买了一张大力光 你今天只剩下2200块 这叫什么市值的转换 假设台股最近在中间做震荡整理 这是一条红线 一个往上涨市值增加 一个往下跌市值往下减 市值的交减叫做什么 台北股市是加权指数 假设我们就有两档股票 一档再往上冲 一档再往下跌 那只告诉你 这个叫转换 对不对 既然它是一个转换 那就代表了 有新的东西要跑出来之前 你可以从股价开始去发掘它 所以我为什么测标跟你写 我说浩鼎我们五战旋征之后 我们一定会再战 原因在这边嘛 所以等一下休息回来之后 我再来告诉你 你应该注意哪些细节 尤其是今天 电子股我相信很多人 心里面揣揣不安 该怎么处理 其实你早就该做动作了 休息下之后 我马上回来 恢复家园时 请穿雨鞋 戴手套 先做好自我保护 冰箱解冻过久的食物 请丢弃 水要煮沸 食物要煮熟 积水一周就会生蚊子 废弃容器要尽速清除 多一分警觉 多一分自我保护 轴轮精细的刻痕 如同精准的研究判断 不分昼夜的运转 如同亲切专业的展业服务 我们讲究每一个细节 斟筑每一个环节 带领会员 转动过地的巨轮 因为珍惜托付 所以全力以赴 运达头顾 02-2781-0909 02-2781-0909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 运达头顾 永远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 看你这么年轻 怎么就气喘兮兮的 爷爷你怎么都不会喘 除了运动 我也定期做体试能检测 体试能检测 你看 全国各县市都设有体试能检测站 提供民众检测 项目包括肌力 肌耐力 心肺耐力等多项检测 还有营法族专属检测项目哦 这里的教练亲切要专业 那我也要定期来检测 运动99 健康99 教育部体育署关心您 回到现场 操作上面还是希望大家 集中持股 锁定会成长的产业 然后往上操作 挑出好的股票 如果这个产业 未来一到两季是会好的 那么你就应该把资金配置到这边来 这是你看我的节目 你每天一定会看到的一张质卡 我们每天也在做这件事给你看 精算一个产业 跟一家公司 未来一到两季的变化 产业趋势向上 当然就是资金比重 配到这边来 反之产业趋势向下 那么你就该避开 你就该避开 所以我在讲大力光的时候 其实我蛮心痛的 因为我发现 它是很多人 苹果概念股的精神指标 当然今天报了一个大量 就技术形态上面来看 它有机会做反弹 挺好 反弹 但不是回升 不是回升 所以你手上有苹果概念股的 我们不止一天讲 所以我不再讲 请你自求多福 毕竟我们没有办法去照顾到每一个人 除非你是我的团队成员 我才可以用心的 亲自的帮你调整持股 要不然你第一次上看归看 第一次上的解盘的节目这么多 你看了一个忘了一个 很多人都这个样子 一直到我们现在回过头来印证 你才发觉 哇不得了 怎么差那么多 所以我上个礼拜正式推出 岁末年中 请为2016做好准备 什么样的产业 未来一到两季会好 我们给大家一个大标题 生计跟汽车 生计跟汽车 那么 当然讲之前要先印证一下 我们之前说 去锁定未来一到两季会好的公司 对不对 那么 借由这个例子 我可以去告诉你 我们可以用同样的方式 去找出好的股票来 让你去布局 我让你去布局 来 9月7号我在谈到康友的时候 当时股价还在整理 170块钱附近 我说 为什么给他的基本面 叫做第四季的营收往上 2016年的营收也是往上 原因在哪里 除了技术形态突破之外 另外我当时强调过 我说 这家公司准备挑战 中国前五大的输益厂 2016年正式量产 整体中国输益产业 规模向上21% 包含他们的整个医疗政策 话讲完 第一次买点178 第二次买点180 为什么 因为当时除息 现金除息 结果他贴息 我当时讲过 我说多头的股票必天息 198块钱 就是这天的收盘价 结果你知道吗 不止198 后面涨到400 400 所以分析的逻辑要一样 分析的逻辑要一样 去找未来一到两季会好的产业 从里面挑出好的股票来布局 这个讲完很多人讲说废话 但是要这样做 难道你都做得到吗 光讲这一波的生计股 很多人就错失了一大段行情 不是吗 所以我们再延续 我们要布局接下来新的 全新的个股 TBMS这个概念 来 那么汽车产业里面 欧美立法推动TBMS跟倒车雷达 变成标准配备 这个不会是新闻 但是很多人没有去研究 当你看到同志股价创新高 你应该知道新的方向在哪里 来 我们上个礼拜谈过 说国际的立法包含美国 包含接下来日本韩国中国印度等等 都即将做切入 立法直接要求 新的车子全面加装 TBMS胎压侦测器 那么胎压侦测器 你要注意几个重点 为什么一定要装 因为胎压侦测器 它是装置在汽车的轮胎内侧 这个就是它TBMS 然后可以即时侦测胎压跟温度 它有几个重点 它可以降低车祸的发生率 而且可以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 你如果汽车它的轮胎太薄 或者是胎压不足 它会对于整个能源的消耗 就是我们讲的 吃油会比较重一点 当然如果你是个健康的胎压 你可以有效的利用你那些汽油 所以它可以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 这个是很OK的 包含省油还有环保 所以各国一定是立法 将TBMS列为标准配备的重要原因之一 因为它可以提高两个percent经济燃油 燃油的经济效率把它给拉升上来 这是站在不管是省钱或者是环保 或是安全这个角度上面来看 当然你从这个分析完毕之后你就要去推 它的市场的规模有多大 有多大来 那么注意每个TBMS胎压感测器 胎压侦测器感应器都会因为电池的耗尽停止运作 这里面吃电池的吃电池的 来 那么吃完电池之后它停止运作 电池原厂的设计是十年 但是很少电池可以用到十年 平均大概是五到七年 所以TBMS的寿命结束之后 车内的警示器会亮起 你就必须要做更新了 好重点来咯 接下来 不管是中国也好 美国已经14了 欧盟也14了 中国也好 印度也好 都会全面包含台湾 都已经全面加入这个战局了 这个市场规模 市场规模 目前估 全部的市场如果你把它乐观的估 大概是两亿套到三亿套 因为你包含新出厂的 还包含更新的 所以这个市场它的规模成长是OK的 就像我在讲康友一样 明年中国的输入产业是正向成长的 这是OK的 这没什么大问题 所以台下政策器也是一样 也是一样 光欧洲这一方面市场预估的需求 就有4000万颗 还不包含中国大陆 还不包含印度 未来会加入 还包含台湾市场 还包含其他的零零种种 所以就这个产业趋势来看 它是正向成长 这是第一个重点 第二个重点回到股价 我们在8月13号谈到同志 后面同志领先大盘回到万点之上 而且往上走自己的12000点 后面股价创波段新高 我上个礼拜才在讲 184块钱涨到304 虽然涨得比我的号顶少 但是它也是往上创新高 对不对 它代表两个族群 一个叫TPMS 一个叫无人驾驶 所以3552同志 来 今天再创一个波段新高 3118 3118 表示什么 虽然它走得慢 但是它是一个成长性的产业 所以你从中间去挑出来说 那到底还有什么公司 是没有被发掘 未来会切入这块市场的 有啊 只是你没有研究 不能讲你没有研究 或者是你没有空 或者是你没有些资源 我觉得都OK 我来帮你做 所以我帮你找到一家 TPMS 明年准备做一个量产 而且做一个销售 这家公司拥有这些题材 虽然它是AM厂 可是问题是 借由它母公司的铺货通路 它可以顺利的 让自己的产品做销售 我认为 这个才是一个契机 才是一个契机 当然 很多人都是必须要 等到股价喷出之后 才想要做切入 人之常情嘛 但是更聪明的人是在 还没发动钱 开始往上勾的时候 做切入 就好像我们买178块钱 180块钱的康友一样 难道它是最低点吗 不是 但是它是转强点 所以布局新未来 就像我们之前在讲说 升级类股里面 我还是会再占耗顶 因为现在 升级指数做3-2整理 但是你过去看到耗顶 我们从低档开始 261块钱 到后面做第二趟 到后面做第五趟 第五趟获利出清之后 我们说 如果你对耗顶很有兴趣 来参加股王战队 短短5个交易日 126块钱 我在12月3号 注意看到重点 我说 空手者的机会 那我当时问你 谁空手 今天来耗顶 从656块钱 又涨到729块钱 73块钱价差 迷不迷人 很迷人 当股价进入高档震荡 你可以赚取的价差会更多 但是你要 有胆出手 就像我们这一波 已经实现的 我讲已经实现的 耗顶五趟 美机百元俱乐部 是629元价差 当然你看到我们这一波 股王耗顶五战全胜 百元俱乐部 629元价差 股王战队新成立的 首战告捷126块钱 如果你想要布局 2016的新未来 欢迎你 跟我们现场助理做联络 我们明天见 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加正确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身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اض这样 的话 gems 也是为 MK旅能量的 富法 亚替 我们